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I'm Rainy 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现在其实还不到五点 然后可是我已经有一点肚子饿了 今天想要来试吃新加坡麦当劳的 Nasilama Burger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我的频道是在分享我在新加坡公司生活的大小事 还有个人性的想法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 先来订阅我 然后拍几方面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即时看到我新上传的影片咯 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 我其实有说过我很少吃麦当劳 可是这一次新加坡麦当劳 他们推出这一个Nasilama Burger 我觉得他们的宣传方式 还有他的广告做得很好 就叫我们Don't miss out again 也就是说其实去年他们已经出过这一个口味了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吃过 可是我所知道的是那时候的反应非常非常好 甚至现在我朋友都说 其实我没有试的话 真的是太out day的 今天呢我就来试试看 如果在看影片的你不知道什么是Nasilama的话 它其实是马来文的椰浆饭的意思 会配上特制的三把炸鸡黄瓜 江一仔 Fashenton 是新马一代家喻戊晓的道地美食 在新加坡呢 的麦当劳也很有爽意 也很接地气发明了Nasilama Burger 就是用面包取代的饭 那我自己呢其实是很喜欢吃Nasilama的 我觉得Nasilama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的Samba 就是要有点甜中有点带辣的感觉 然后就很香 所以我很好奇这一粒Burger 它会不会真的跟Nasilama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就来试吃吧 它这个Burger呢一看就知道不简单 里面的馅料呢其实跟真的Nasilama还蛮类似的 有黄瓜有鸡蛋煎蛋 然后还有这个炸鸡 还有重点就是它的这个Samba 看起来其实很就是很充实很饱满的东西 我现在先试吃看 我觉得它的Samba是很好吃的 就是类似那种Nasilama的Samba 然后不是很辣 稍微比较偏甜的那种Samba 炸鸡我觉得不用说真的很好吃 然后真的是感觉在吃Nasilama的感觉 只是把饭换成就是Burger面包这样子 然后 Surprisingly好吃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上 就是去年上次它退出的时候我都没有吃叻 我觉得我会再买多一次 就是 再吃多一次 如果我给它10分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给它8.5分 因为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然后 我要继续吃啦 所以这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如果你们也吃过这个Nasilama的Burger 然后你们觉得好不好吃 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然后这影片就到这里了 然后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点赞 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 我有啦 有不送啊 timing 快 Mile 哦 对 第一ати 很 可以 最后 对